最好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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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 變這麼快 超漂亮的 到你囉 有了… 有了… 來了… 冰管 Yeah 輕鬆喔 輕鬆啦 怎麼樣 不會只有暈船喔 好大喔 這個是龍膽啦 龍膽… 龍膽石斑 好快喔 這樣就已經上鍋了 上鍋了…好快喔 現在已經點火囉 這乾稻草燒很快 好快… 會有稻草的香味就對了 這種豪邁料理 鍋裡… 好吃… 基本上大家來泰國玩啦 你會比較少想到來這邊玩 更不會想到 這邊可以這樣出來釣魚 台灣人很多人愛釣魚 但這邊很多是那種歐美觀光客 根本會包一艘船 然後特別出海釣 我們今天找到這個達人 Jay Jay 你好 這位達人 酸門在釣手 出海去釣魚的 這邊這種天氣 今天這樣子出海OK嗎 OK OK 是OK的 我跟你講喔 雖然天氣不太好喔 可能風浪海象不會太好 但是這種天氣通常都是釣大魚的天氣 對不對 真的 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現在所在的位置就是 泰國第二大島 象島 這裡被稱為是秘境島嶼 想要一盔面紗底下的真實面目 跟著達人腳步準沒錯 這個線是幾磅的啊 一隻磅 你看 看起來細細的 我以為想說釣小魚吧 20磅啊 可以釣大魚... 看起來像細細的 好 然後 你是要準備一隻魚乾啊 好 還全新的啊 那第二個啊 等一下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是不是 好... 好... 所以一般魚叫我都不用夾了 他們... 這是釣魷魚的 魷魚白天釣到嗎 感覺好像一般用魷魚 張魚他們很像 有... 白天也可以釣到 白天也可以 不是我不信你 而是走遍大江南北 印象中 花枝魷魚這回事都嘛是夜釣 比較容易種哦 我們套大的出門 會不會兩手空空什麼都沒有呢 這是我們換的第三個點了 就是下雨 現在雨勢其實也越來越大 然後 船長一直在幫我們找新的點 或是他看 覺得這邊 像這個環境有沒有 全部都沿岸 大概這邊他說 深度大概四公尺左右 他說 機率也比較大 但目前到第三個點 還沒有釣到 都還沒釣到 沒有任何收穫 釣到海草 你看看 不是我唱衰你哦 而是事實就擺在眼前哦 咱們換了三個釣點 拋了不下上百桿 戰績只有一撮水草 這樣會不會太難看了 眼見雨勢漸漸變大 我擔心今天該不會就這樣 謝謝收看啊 有嗎… 有… 是釣到地球還是釣到魚 確定是釣到 不是釣到地球 是釣到魚還是雲嗎 是釣到魚嗎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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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看到… 有… 有看到… 有看到… 等一下哦 有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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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看到… 沒有看到… 兩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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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老大來幫忙了 後面後面 他有拿到彌勞網子都 用了… 有看到… 漂亮啦 有看到… 剛才有三隻耶 對 剛才有三隻 然後一直抓著 然後後來另外… 對… 還沒在彌勞網子裡 是嗎 對 好漂亮喔 剛才總共有三隻 我不知道剛才有沒有拍照 但我看到 牠整個直接跑掉 漂亮啦 剛才有好幾隻對不對 長多了 跟馬丁褲 兩隻啊 還有兩隻嗎 對… 你看牠的眼睛很漂亮 很漂亮喔 要先渡完 後面你 我跳跳的 果然是感恩水果 讚嘆水果 就在大家絕望到快暈船的同時 立馬來個一溝三雕 雖然跑了兩尾 不過 恭喜老爺 賀喜不忍 咱們又連裝啦 有… 前線… 快…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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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看到牠後面一路在噴的墨汁啊 水的顏色 等一下…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這隻…這隻好重喔 下面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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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對啊 沒有網子喔 超漂亮的 剛才你有看到下面還有對不對 下面還有… 下面還有… 一隊一隊的 對嗎 你看… 看到我這樣來之後 另外其他跑掉 就跟牠一起 有啦 這邊這麼多喔 也不用裝了 跟麻也不用裝了 一群的 難怪我跟妳講 我都釣到一隻 後面就陸續來 我覺得我們要再搖一點水晶 哇… 你覺得不放著不動也滿好的 不好意思 可惡 我不理你了 真的是人哪歲 進拔時太過了 人家拋竿是 帥氣100分 不過卡線共骨就算了 沒想到竟然還調中美人公座人員啊 直接命案現場啊 你有沒有刮我眼睛 你有沒有刮我眼睛 沒有…感覺是在鼻梁中間 對… 很痛對不對 剛剛… 我手被切開了 我看… 我手比較… 整個被切開了 喔…這一條全部整個被切開了 來…你那個螢幕給牠看一下 牠就是戳幾個洞… 幾個洞…幾個洞這樣 牠沒有很深 真的沒有很深 你剛剛那個… 修修修修修修喔 喔… 那要玩你 喔… 修修修 這就是我們的海女啦 請大家再給我一次機會 人生故立大概就這樣啦 我不幸接下來還會有多慘啊 快到…有了… 有了… 難怪我想說奇怪 我這邊繩子怎麼勾到 但是那麼難拉 終於了… 有… OK… 等一下喔 好大隻喔 我就收馬 大隻的 來了… 我慢慢收… 好大隻 好大隻 我都要最大隻 比我的臉長 我這麼厲害 差點跟他下去了 好大隻喔 好漂亮 我剛才想說 是不是掉到地球有點重 剛才想收回來 然後剛好那個繩子啊 釣枕啊 又有點卡到自己的那個… 那個什麼… 釣竿 然後想說 趕快先收回來喔 因為卡到釣竿 我怕他們打結 結果 怎麼越收起來越怪 我就才剛放下來 然後想要瞬間的時候 瞬間那個莫子我就… 然後大哥轉過來 帥哥轉過來 就馬上講說 你釣到了耶 大隻的 漂亮喔 哇 愛釣魚的你一定懂 是這種送的感覺 送啦 剛剛看你表情很凝重喔 因為我就想說 為什麼我可能釣不到 這一樣同樣的海域 它一直釣到兩隻 而且我們看到那麼多隻跑掉 怎麼可能我會釣不到 我就覺得不對 結果我來 然後釣到了 很好 很好 最大隻的耶 最大隻的耶 還好啦 還好啦 沒什麼啦 釣到就沒開眼笑了喔 你看這表情喔 好笑喔 輕鬆啦 至少對不對 好笑喔 不會這麼暈船喔 好勒 加債喔 沒有給台灣人丟臉 一中就抓到最大尾 接下來就如同大哥所說的 抓住大隻群聚的特性 大家一口氣扒了四五條 我跟你說 這種天老海海味不囉嗦 直接撒西米最讚啦 不客氣了 這個時候沒什麼好說了 吃就對了 來 動手 請 泰文怎麼講 吃吧 見 超好吃 超好吃 我來喝 哇 不得了 這個 嘻嘻 我超愛這種嘻嘻的 要蘸多一點 哇 好甜喔 它那個醬油跟芥末 完全蓋不住它的甜味 哇 舒服 好吃 我跟你說啦 武器吃到大聲 這種活跳跳的海鮮 不只生魚偏合對味 煮湯更是一絕 夠大聲了吧 哇 太厲害 整鍋滿滿的 我們全部都把它四隻 全部切了 全部弄下去 哇 好香喔 而且它煮這個東煙 東煙 東煙 東煙的吃法 海鮮 對不對 東煙的海鮮湯 大家一定 現在是不是流口水了 嗯 你現在即使吃完晚餐 你還是覺得 哇 宵夜來一點多好 這種感覺 這個料 哇 你看它這個厚度有多厚 多肥美 哇 這個 你有看過料比湯鍋的嗎 它這個多大一塊 多厚 哇 哇 好香喔 超香 哇 先吃了不管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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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太厲害了 非常好 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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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買回來 殺鬼 然後 泡冰鎮 就像你泡完冰鎮後的那種咬緊口感 但它沒有 這個是沒有泡冰鎮的喔 它直接就是切好以後 直接就下去煮湯 一般我們煮到這樣 你會有點老了 咬不動的感覺 這個完全沒有 一咬裡面的肉就 就斷裂 就斷裂 非常的脆 非常甜口 什麼才是人稱 我跟你說 這種享受大自然 三五好友聚在一起吃美食 這種簡單就是幸福啦 要說到枫葉之國 加拿大 大家肯定不陌生 這裡的海洋資源 可是豐富到不行啊 尤其是每年五月開始的 十番獵魚祭 咱們趕緊找來加拿大小幫手 一起出海挑戰十番王 在那邊 Derry哥 這太囉嗦了 哈囉 哈囉 這位是 采門 今天是五月一號嘛 所以今天是 什麼魚的魚祭 是什麼魚的魚祭 靠了耶 就是十班班類啊 整體魚那些的 九班 十班魚 十班魚 十班魚蠻大的齁 十班魚很多種嘛 班類很多種嘛 所以全部都開放 對 這邊最大可以釣到多大的十班 最大的 有二十幾班 二十幾班 二十幾班 十幾公斤啊 對 厲害喔 十幾公斤的十班 那不就是跟三歲小孩一樣大 不過想來挑戰的朋友 可是要注意喔 每年的五月到九月 才是魚祭開放的時間 要是來錯時間啊 可是什麼班都不足啦 這個魚線很粗耶 這多少磅呢 這邊一個Liter呢 是120磅 這邊呢 比較細 是有一個細點的60磅 60磅 這又更細了 完了還有主線呢 是80磅 完了呢 這個120磅 主要是呢 因為在我們底釣 這下面會脫掉 真的石頭會磨損 為什麼呢 120磅比較耐磨一點 這個呢 要弱一點是意思呢 萬一下面勾到海底呢 我們繼續扯吧 下面的扯 不要看很快 已經綁過 就可以很快的 快速的來 來釣魚 換線 魚啊 我們會用真的魷魚 真的魷魚 對 這樣真的魷魚 這麼大隻啊 我們會撿小一點 釣魚呢 大魚 就釣大魚 用得這麼大 大概我們就下兩隻 一隻兩隻 對 好 待會我們就下兩隻 這樣子 這樣子就可以了 用兩隻 其實以魚餓來講 這也算滿大 這也算滿大 非常大 出聞了啦 今天咱們可是搶頭箱耶 相信這些班老大 也餓了一整年了吧 再加上由小幫手 No.2的Jerry 以及20年船釣經驗的船長 Simon駐鎮 今天絕對要給他破釜成舟 哪是不丟丟大尾 你不會就不會回去啦 看什麼東西 這樣會堵太大了點 好像有魚喔 有魚嗎... 有魚喔 等一下... 幫我借一下... 看一下 有魚 我沒有放回去藍色 有耶... 真的有耶... 這是... 這是我們講的 那個是紅紅的那個 好小一條喔 這你剛才釣上去 還是你自己勾的丟下去 這你釣到的嗎 這樣還會動好不好 好 等一下喔 神經病我鉤子吐掉 這是我們... 這是算石斑嗎 斑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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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眼睛怎麼那麼吐 他本來... 大眼的 他的那個... 旗還有一點在動耶 可能因為從很深的地方 這樣拉上來 他氣壓被... 就是他那個... 壓力已經... 對 對 他那個氣氧吐出來了 我... 爆開了 對 因為那個壓力 變化一下太快了 就是壓力跟... 壓力不一樣 對 Jerry哥 看到這次 不虧你都覺得對不起自己 其實船那麼大一頭 結果拉一隻小寶寶上來 真的是有點給他鬧慘啊 不過算了... 畢竟這還是咱們的 海運第一炮 大家繼續努力啊 對 我不是剛剛有招呼 對不對 可是我不知道怎麼招呼 過來... 確定有了嗎 大概拉開 來了啦 有東西... 有東西... 一樣的 一樣的 有... 翻 為什麼 你們這些鮮雜人等 我跟你講 人品問題 好... 不好 不好 不可能 不是這隻鮮雜的嗎 這應該是你剛才自己丟下去的 我要自己丟下去一次 OK 好... 你到底把魚差在哪裡 這隻 跟剛才的顏色 10斑 10斑 看這個顏色就知道 好漂亮喔 然後這個比剛才那隻大啦 大...大一千 很美 很漂亮 好 第二隻 10斑 好 OK 好 跟我臉差不多吧 比我臉大一點 比我臉長一點 很漂亮的顏色 所以它這個還算小喔 你大概過最大的多大 好 這麼大 這麼大 漂亮喔 連裝兩隻 還越來越大隻 不錯... Jerry哥 我看好你 客氣大組 果然有道理啊 等一下 我的吊桿好像也有動靜喔 不要緊張 不要衝動 看我怎麼撐住全場 他又一直往外跑耶 Jerry哥... 要死你我 他到底是... 地球還什麼啊 來...我來 可是剛才有那種很像魚 那邊要咬一下... 咬一下... 收線 有收 收... 收... 收線 好不好 我... 我... 等一下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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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怎麼變這麼重了 我... 應該不會真的重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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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啊 真的是人家雖然 真不怕死太過了 火拉得要死要活 結果卻是掉到地球 看來這樣的吊線配置 還真是以和他的道理啊 然而正當我們還在跟地球拉扯的同時 Simon的吊桿突然出現大幅度彎曲 此時女主長的眉頭一皺 發現事有蹊蹺 喂 不要啦 今天的成敗就看這一竿了 船長拜託一下 我可不希望在這艘船上度過我的下班杯子 寶寶不要 你先把這個桿子收到旁邊喔 就要影響你 大的... 抓到了... 抓到了... 太厲害了... 這個...這個...這個重對不對 然後船長你收到一個 三四磅 三四磅喔 三四磅... 大概兩三公斤 一兩公斤... 應該這個拉力你覺得是什麼 一到底的 今天判斷的... 它到底是... 還是... 有嗎 是石斑是不是 你看船長 快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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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那個超完 好 拿網子 超熱的 來... 拿那個超完 船長在腳旁邊 借過... 好 這個就是... 這個是... 龍膽啦 龍膽... 龍膽石斑 你先伸下去 把它伸到水裡 好 伸到水裡 龍膽... 好大喔 這個不只吧 這不只三四磅喔 拉過來 好 這個大概十幾公斤 二十幾公斤 好厲害 必改給你 這隻是什麼蛙狗 雖然看起來有那麼一點點像龍膽石斑 但又有那麼一點點不像 大家千萬要冷靜 莫驚莫慌莫害怕 帶寶寶來好好研究研究喔 超大的 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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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好 這個太漂亮了 好 慢慢倒 好 好大的龍膽石斑 這個絕對不只三四磅 這個有沒有五磅 五磅以上 五磅 五磅 我覺得這個剛剛夠六十五 剛剛夠六十五 對 我們要先... 這個龍膽石斑是要六十五 這個是有... 有... 長度限制的 對 對 所以要量嗎 對 好 那我們前面釣到那種是 那種是 那種是石斑 這是石斑 這個是龍膽石斑 龍膽石斑 餐廳吃貴貴 貴桑桑 龍膽石斑在台灣 一隻大概多少 這樣子 石斑 那個... 那個... 那個龍膽石斑在台灣餐廳 我們那個號稱 飛海海蟑螂的 他都不知道 代表這種在餐廳應該碰不到 這個 從肩膀 到我的大腿一半 非常漂亮的花紋 這就是石斑 為什麼叫石斑魚 就是看這個花紋 你可以看到它的這個嘴巴 你看它的嘴巴 它頭有多大一個 有沒有 整個都張開了 這個... 太厲害了 我們從... 零這邊吧 零開這邊算 對 六十八塊七十 六十八塊七十 七十是吧 嗯 七十 觀眾朋友 絕對...好不好 公共手法 超過七十喔 超過...加一八 如果尾巴再往前一點 這邊是零嘛 這邊是零嘛 唉唷 這邊是零的話 對...超過七十 漂亮啦 超過七十 謝謝各位 在我的努力之下 它終於上岸了 天啊... 來... 你...你有餘殼了吧 我有... 我有... 好 哇... 這麼嚴格喔 還要... 船長這個還要寫... 登記是吧 一個鎮 一年只能掉十條 你掉起來了嘛 它要登記寫在你那個... 那個... 魚鎮上面 魚鎮上面 所以然後它就會記錄你 今年一年掉了幾條 對 那一條你就馬上不能再掉了 一般是... 一張鎮 然後一天... 身體一次可以有什麼... 像什麼... 筆木魚啊... 多少條... 這個一天一條 一天只能一條 筆木魚是八條 石斑魚是一條 還有那個... 那個... 哈利巴也是一條 哈利巴也是一條 哈利巴大的 大的 好不好 筆木魚一天就可以八條 這個一年也不過才十條 好 耶 搞不太安耶 誤會一場啦 原來這種叫林卡的魚 學名中文叫做 長蛇齒單線魚 算是比較接近 鎮魚種類的魚種 雖然這次沒有釣到傳說中的 石斑王 但是有機會看到 這樣特殊的大型魚種 沒有構估 也算是不虛此行的 高枝南邊面向太平洋 是日本第一個 迎接黑潮暖流的地方 也是日本最豐富的漁場之一 尤其在這裡捕獲的鮮魚 數量和品質更是日本第一名的 小剛我這次就要去尋找 擁有一本釣絕技的 足超聲釣手 現在凌晨三點鐘 氣溫大概一兩度左右 跟我們約了很多次 都沒有辦法約成的 這個一本釣 我們終於已經約到 可以出海了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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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戰這個黑潮釣尖鮮魚的魚絲 那請看 我們現在從這邊 出發到那個魚場 大概要多久 23時間 大概要兩三個小時 船程有點久 那整個就是捕魚的過程 大概會多久 太久了 太久了 餐點出去 大家要接近傍晚的生活 你是指明天的傍晚嗎 真的 今天... 今天的傍晚 對...已經過12點了 我都忘記了 現在已經算是今天的 所以今天的傍晚 大概十... 十七八個小時左右吧 差不多 好 還有十七八個小時啊 那整個船就你一個人啊 一人嗎 通常都是一個人 但有時最多也只有兩人 可是你看他現在在船上 就他一個人 真的就他一個人出去作業 那... 你可以看一下你的釣竿嗎 看一下釣竿齁 一本釣 很輕耶 它這個釣竿好輕喔 就一...一竿對不對 這麼多隻耶 你看在這邊有沒有看到 總共五隻耶 可是你只有一個人啊 一個人你要顧五隻嗎 一般 一到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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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隻 好 我...我看他這個意思我就懂了 就五隻 看哪一隻魚釣起來 就...哪一隻上鉤就釣 哪一隻上鉤就釣 哎唷 原來是這樣子喔 哇賽 比我想像還還困難 一個人開船 一個人釣魚 一個人還要顧五隻 然後一個人出去 就十幾個小時 好 現在既然這麼冷 我們四步一吃 早去早回好不好 好 好 去吧 謝謝 為了保護海洋生態 維持鮮魚數量 高隻的魚師 多採用一本釣絕技 而不用魚網大量捕撈 開船釣魚一人全包 十幾個小時的黑潮征戰 可不是開玩笑的 雖然我一開頭 就放話要征服太平洋 但兩三個小時的船程 漫漫長夜要怎麼度過啊 這個是漁船最下面的一個小的空間 剛才漁師說 我們可以進來這邊休息 但說實話 裡面非常非常的小 你有沒有看到 我現在這樣子 有沒有頭已經翻了 然後那邊好像有一個 這應該是一個小床吧 類似 因為空間不多 因為我把它放器材 然後電池什麼的 好 反正現在已經出發 大概兩個半到三個小時之間 我們會到 船艙底下 只有小小的空間可以讓人休息 疑似單人床的位置 我好像也擠不太上去 看來只能坐著揚金虛蕊 等待黎明再戰啊 我們現在已經到了這個 準備捕魚的地方了 讓我看看天剛剛亮 我剛才看你丟這一塊是什麼東西啊 魚鴨子嗎 這個是鵝 就是要給魚吃的鵝 這個是魚鵝啦 它這個是冷凍跑一大塊 那種小的魚啦 所以現在鵝 現在魚是不是可以開始釣了嗎 還是接下來我們要做 沒錯 現在要先做放鵝的鵝 要從船上把鵝放下去 那船呢 讓它自己開嗎 是的 它就抱著船 讓它自己站海上降落 然後它就一邊開始可以準備釣了 現在就是等這個鵝 因為它鵝現在還是好像冷凍的狀態 等它稍微節動一點 然後流下去以後 就可以開始釣了好不好 它不是架起來 它就這樣 你要把它放在水裡面 要從這個房間 就這樣子啊 不是要把它架起來啊 這是要先把它放在水裡面 但是如果說有釣的話 看到它有洞的話 才會把它拉起來 這也注意釣魚的方式 完全不一樣 那你怎麼會知道這個區塊 有這個鵝鵝 是不是很懂啊 它是看水溫之類的來看 現在的那個 然後看一些氣象 比如說上的方向啊 或是方向 然後看什麼的 它就在海邊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水不水 等一下看一下就知道好不好 等於上溝囉 好快喔 這樣就已經上溝了耶 對 它這個 然後呢 上溝了耶 好快喔 有沒有看到 好漂亮喔 好快喔 好快喔 快要一天要上來耶 也太神了吧 釣竿放下去不到一分鐘 魚就上溝了耶 到底是神釣手太厲害 還是這裡的鑑魚 真的多到爆炸 不瞎哈哈啦 好像又中魚咧 它這個魚上來的速度很快 一條一條的 我們大概才開始釣 大概十分鐘左右 已經很多 大概已經二三十條已經上來了 有沒有看到 速度很快 那這樣子速度會持續一整天嗎 還是早上凌晨這個時段最好釣 好 它是說它一開始釣的話 就是這種情況 可以持續很多小時 但是現在其實剛剛拆頭 並不是釣到最多的情況 這還不是最多的情況 哇塞 那它對我說不是防斑的 它這樣一整天 你最多可以釣幾隻 或是可以釣多少公斤 如果它有出來的話 應該是一盾 用盾來算耶 每天是一盾 這個量真的很大耶 有沒有 這個它果然判斷很好喔 它光靠天氣跟海流還有氣溫 它就可以判斷魚的方向跟位置 現在魚越來越多了 所以為了幫忙加入這個 挑戰這個太平洋黑草好不好 把它釣魚啦 大約 有了 下竿馬上就有了好不好 大約 好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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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喔 有沒有看到 有了有了 好快喔 好奮捉喔 如果我這樣釣一點天的話 有了 我如果是魚之後應該要 抓到 爛一點 我把我自己釣起來耶 爛一點 對不起啊 我不是故意來亂的 趕快搭起精神 把百倍鳳凰的精神拿出來 幫魚絲多釣給煎魚 你看看喔 它那個竿子下去喔 如果它那個浮跳 一直會往下拉的話 你就很快可以看到 魚在海邊上跳 然後這樣就有了 然後這樣 就這樣 就這樣 拉 拉 它的動作這麼順 有了 它竿子 還出來 另外一條抓就有了 而且它那個竿子拉起來啊 不會像平常 我們釣魚那樣子 要拉很容易 不會 它其實一下子就上來了 有了 有了 它拉乾的氣感覺很順 它馬上就有了耶 清晨釣況超激烈 大批鑑魚聚集 讓我們拉魚拉到手都軟了 達人用小魚當誘餌 再以特製的鉤子漁木混珠 鑑魚傻傻分不清楚 看到鉤子就追著跑 魚一咬到鉤子 就把竿子拉起來保證釣到 這招果然高明啊 而且達人還設計了 自動分流漁獲的裝置 不用分魚 也就能省下更多時間釣鑑魚咧 它現在怎麼把魚竿全都收起來 都不釣了嗎 已經不釣了 是這邊已經釣了差不多 我們現在要移動到 其他有更多魚的魚場去 還要換魚場喔 隨著時間一點一滴過去 釣況好像停滯下來 達人說他會觀察 其他漁船的釣況 再判斷 到底還有沒有漁情靠過來 像現在這樣子 鑑魚群可能已經離開這區海域 我們得換個魚場再試試啦 現在要換另外一個魚場以後 你看 魚味料都開始走起來了 好多 一條一條都上來了 現在都不要這種魚嗎 不要這種 那種魚是一整年都可以釣 是不是 對... 那種魚就是 對... 夏天坡就沒有了 它等於是 也是季節性的啦 那這個魚夏天之後 沒有的話你就怎麼辦 好... 好... 有四個月在打棒球啦 一連只工作八個月啦 我剛才突然發現啊 它換另外一個那個桶的耶 可以打開來看看嗎 好快 來... 好煩耶 好煩喔 一個這樣箱子 你可以裝多少公斤啊 你給我一下 一箱大概就是400公斤 一箱400公斤 四個 1600公斤 一頓... 一頓飯多耶 它這樣子就400公斤了耶 一個辣那麼大 你都不會暈船喔 我會有一點暈暈的你 你出來就... 完全沒有感覺 完全... 你從來沒有暈船過 它嗎 偶爾... 偶爾喔 那怎麼辦 你也會吐嗎 我... 吐 吐的時候這樣 吐的時候不是回去喔 哪有這樣子啊 吐得一直吊 好啦... 今天風迷到去 趕快叫一叫回去 等一下就是我邊吐邊吊 基本上每年3到11月 就是高枝兼魚盛產的季節 但通常能大量捕獲 多半是在清晨或是傍晚 天色昏暗 天氣比較涼爽的時候 現在時間接近中午 達人釣完第二個漁場 又移動到第三個 但釣況似乎依然不大妙 煎魚已經不像早上 那麼瘋狂上鉤啦 現在發現一個狀況喔 因為今天不知道為什麼狀況 釣魚的狀況很不好 然後大哥現在突然把魚竿 全都收起來 不知道是要換漁場 大哥你把魚竿收起來 是又要再換一個漁場嗎 我回來了 已經要回去了 蛤 回來了 為什麼 不是說會釣到傍晚嗎 怎麼今天那麼早就要走了 沒有釣過 因為今天狀況比較不好 已經釣不太到魚了 真的啊 哇 釣回去了 今天狀況不好 釣不太到魚 現在 現在已經中午了 我們凌晨3點出來了嘛 然後9個小時 所以今天就只有這樣子了 就是5公斤 6公斤 600公斤 600公斤 對他來講是不好的 那這樣子今天出來會不會 撩很大 沒有 那 今天一點點 賺了一點點 賺了一點點喔 還有再一點點就好 還有再一點點就好 好吧 那既然釣不到魚 我們就回去吧 原本已經做好出海 178個小時的心理準備 沒想到竟然中午就打刀回府 但才短短幾個小時 就有600公斤的漁獲 而且開船釣魚 都是漁師一人包辦 大概也只有神人等級的釣手 才能辦得到吧 竹巢神釣手之名 果然當之無愧啊 雖然意為為釣魚 有些不符合經濟效益 但這也是對鑑魚永續發展 不讓牠們絕跡的最好方法 更是對大自然資源的一種尊重 征戰太平洋皆宿 累了一天 當然得好好犒賞自己 用一本釣釣起的鑑魚 因為沒經過漁網的碰撞而受傷 所以肉質更加新鮮美味 來到高知必吃的當然就是 最出名的鑑魚拌敲燒啦 不得了啦 我們現在要來看的 鑑魚拌敲燒好不好 先來看最重要的是什麼 鑑魚 各位觀眾請看 哇 好大一條鑑魚喔 看一下 哇 好重喔 我記得 很大一條耶 你看 你看喔 從尾巴到我的 到牠的尖 差不多我的三... 接近二分之一的身體喔 而且你看牠多肥 有沒有看到牠的肚子 哇 好肥喔 所以牠這個一次是整隻 都要做對不對 對 用了 一次就要做完 請問牠這一隻魚大概多重 8公斤 8公斤啦 很重耶 可是牠很飽滿 就是我這樣拿 我覺得 絕對有十幾公斤耶 因為牠非常的重 非常的飽滿 你看牠的肉質 來 我來放這邊 超結實 不會說酸酸的 然後不新鮮 非常新鮮 OK 好 那我們現在就 來處理吧 來 開動 開動 看起來很漂亮耶 這是腹部 鮪魚的部分 你應該是這麼說 就是說如果以為來講錯 就是鮪魚肚的那個部分 一番 鮪魚大好 高知的鮪魚拌敲燒 已經有一兩百年歷史了 師傅刀法俐落的 把鮪魚千層片狀 就可以準備拿去做拌敲燒啦 好啦 我們現在要開始來 燒我們的拌敲燒了 所以現在這個是要先抹鹽嘛 對 就是讓它有一點味道 所以會先燒 OK 好 那你可以教我嗎 我一起來幫忙抹這個鹽 這個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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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很帥氣 一般 我以為會是這樣 但誰知道是這麼帥氣 好 來 我在幹什麼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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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忍真好 我想說他就想說 你到底在幹什麼 OK OK 那接下來我們是生火嗎 還是 我建議就是放在那個這個鐵板上面 然後就開始燒 好 好 現在已經點火囉 這乾稻草燒很快 好快好快 就直接這樣子燒耶 就這樣子燒嗎 那邊就是 好熱好熱 好燙喔 我臉好燙喔 這樣燒要燒多久啊大概 大概 大概 大概一分 一分 一分 一兩分鐘就燒完 很快耶 這一次我來試試看好了 這一次我來試試看 大哥你教我好不好 這一次我來試試看 好燙喔 這個抓這邊 還滿重的喔 火在哪裡就烤哪裡 這樣子 好燙喔 好燙喔 好熱喔 但是這種感覺很豪邁耶 很爽耶 所以一般做這個鐵鐵燒 現在都還是 用這樣稻草在火烤嗎 現在也有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畢竟就是有稻草就是 這樣子做的話 有稻草的味道會附在上面 會有稻草的那個香味就對了 這種豪邁料理不得了啊 鑑魚拌鐵燒又叫稻草燒 原本是魚絲在船上 稍微做處理後 會岸上拿稻草燒烤鑑魚的 魚絲料理 新鮮稻草把鑑魚表面 烤得酥脆 而且一定要外熟內生 燻得恰到好處 我已經等不及要吃吃看了 看到這一盤了沒 鑑魚拌鐵燒好不好 我們先不要被其他的美食所誘惑 我們先把重點放在這一盤上面 那怎麼吃呢 這個是直接這樣就可以吃了嗎 這個是直接這樣就可以吃了嗎 現在就這樣就這樣就可以吃了嗎 淋上去嗎 對 適當 他自己覺得就是適當的量 適當的量 OK OK 好香喔 它倒上去以後 那個醬油跟洋蔥的香味 整個都上來了 那就不客氣了喔 倒上去 哇 好香喔 你可以吃得出它有一點點 表皮的焦香味 然後再加上那個洋蔥還有大蒜 哇 整個在嘴巴裡面 哇 幸福 欸這個真的好好吃喔 它除了這個以外 另外這三個 可以請他幫我介紹一下嗎 這三個 就是用一種類料理的方式的一種料理 所以那種特色 就是鰹魚用的料理 因為高知就是 畢竟鰹魚的料理已經就是由來已久了 所以那個會就是去發想一些新的料理 創意料理啊 創新料理就對了 觀眾朋友如果你來高知玩好不好 最起碼這四種你一定要吃到 尤其這個半翹燒 你要是沒吃到半翹燒 就跟沒有來過高知一樣 好不好 征戰黑潮的藝人神釣手 讓我更珍惜鰹魚美味的得來不易 高知原來是個這麼富含文化的美麗地方 如果下次想來日本玩 不妨就來高知走走 相信它一定能給你一趟全新 不一樣的夢幻旅程喔 喔唷 喔唷 喔唷